台東縣政府為了深化地方上的藝文發展 提供藝術家到台東進行創作交流平台 同時也讓藝術家跟當地居民有互動的機會 特別開放美術館給藝術家們申請助館創作 想參加民眾8月31日之前 可以向台東美術館提出111年度的助館申請 台東縣相當重視地方上的人文發展 以及藝術領域的深化和普及 不時舉辦藝文展演和相關活動 讓民眾們一起感受美的熏陶 而台東縣文化處每年都會辦理藝術家助館的活動 提供場地給參與民眾使用 希望讓藝術家能夠有更多機會和當地的居民交流 美術館成立這十幾年來 其實每年我們都想辦法要精進我們的各項的展出跟作品 當然也要促進我們台東在地的藝術家 跟外界的交流跟溝通 所以我們這幾年每年都會招募助館的藝術家 招募的對象其實不僅僅是國內 也會要求看看有沒有國外的藝術家願意來 那這幾年下來其實效果都還不錯 因為他們尤其是外國的藝術家來到台灣以後 他們對於台東本地的生活 怎麼樣融入還有習俗的了解 然後激發他們的想像力會有新的創作作品出來 那今年呢我們也已經議定了兩位藝術家 目前我們在網上公開徵求的已經開始準備 準備明年111年度的藝術家的徵求 那希望國內外的藝術家知道訊息的話 都可以踴躍的來報名 讓我們有合作的機會 接下來隨著疫情逐漸的緩解下來 公共空間也會隨之慢慢開放給民眾使用 鄉親們便可以來到美術館參觀今年度的展覽 而想要參與展出讓大家看見自己的創作 8月31號之前都可以向美術館提出申請 順利通過便能在明年度進行駐館創作 記者安且輪台東市報導